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周某人个人感觉呢 历代 江山代有 能人出 每一个朝代都有非常鲜明的人 当然也有武功很好的人都有 在这个世说心里 世说心里这本书是 林川王 刘毅庆所写的 那当然可能 他门客,时客很多 也许有人帮忙写吧 但是古代就是 把功劳归给组织 就是刘毅庆 刘毅庆这个人写的 他这本书是记载的那个晋朝 所有的一些鲜明的人 的一些事迹 那在豪爽 第十三这个篇节里面 有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叫做王储仲 有的人念王储仲 王就是那个 三人一宿王嘛 啊储,相储 相储甚欢 很好,很好相储那个储 当然有人念储 储就是 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地方 储,王储仲 仲的话是伯仲之间那个仲 这个人 士人,在当事人 觉得说这个人 非常的高尚 他的眼光很好 而且这个人 他本名叫王墩 那储仲是他的志吧 志储仲这样,王墩 敦的话就敦后老师的敦 他这个人的性情很 剪脱 很洒脱 然后 开口闭口 他都很少讲那个财富什么 那当然就是有一点点钱 至少生活没有 溃乏才会这样 如果是很穷的话 那就每天 大概开口闭口都会讲到钱吧 人是这样的 所以这点倒是不用说太去钦佩他 但是他的性撒脱 可以稍微的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他这个年轻的时候 他非常喜欢那个酒色 就是那个喝酒啦 还有女色这样 所以身体不是很好 那他的一些左右 他的门下 他的部下 跟他讲说不要这样 这样不好 他说啊 谢谢 谢谢 我没有没有感觉这样 我一直都没有没有发觉我自己的缺点 这个简单 我马上改过 然后他后来就把他的那个奴婢啦 还有妾 比较漂亮的 全部都把他 遣送出去 可能给他一点遣送 随便他 你们各奔前程吧 那时候的那些 达官贵人 看到他这种激动 我觉得很不简单 所以这个人呢 王楚仲 他会听人家讲 他不是圣人队 他有时候会犯错 但是呢 需要听别人讲的时候 他会听 不像现在 现在有很多政客 全世界各国都有 台湾里游戏特别多 平常自喜为高财 记事高财 好像很厉害 其实是很钢笔之用 学问很高 学高才浅 但是才能呢 其实很浅薄 这种白面书身 这种人就是什么呢 一言堂 他这个很自负的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一些政策 有旁边的人欠他说 你这样做 可能会亡党 你会把这个党亡掉了 你所属的政党会被你灭亡 他不管啊 他就硬硬干 一定要错 把错误 硬把它当成真理 那这种人就是说 说实在没要做 那到最后真的会亡党 会亡 这个很多人换这种错误 就是刚愎自用 然后自以为不可一失 但是这个王楚仲 这个靳朝这位 这位王楚仲 这位老兄 哇 他真的是很高尚 而且他会听人家讲 这一点很不简单 使我让人在此 以各位共同思所知 敬祝各位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